好了,我们继续谈谈其他的Data Structure 之前讲的List,我们继续谈谈Tuple 其实Tuple和List是很接近的 它也是可以组N那么多个 而且它也可以顺序的,而且它还有什么特别? 你可以说要第一个,第五个,你可以这样 Syntax和List也很相似 List就是这样 Tuple就是用这个小估计,不是用方估计 基本上就是这样 第二个,它是不可以再改的 就是Immutable的所谓,不可以再改 你不可以append,没有这些 没有可以append 这就是Tuple 它可以有N那么多个 你只有两个 如果只有一个 这样就不算是Tuple OK 当然有些人 当然有些人 第二个,其实它也可以不打Cru 如果你本身已经这样,有三个 你不打Cru 其实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当是Tuple 就是Tuple 这样 这样 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 有这个 跟着这个 有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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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ple 可以再有另一个Tuple 其实这个很好的 Tuple 可以一层一层进去 你可以拿去第0个 但是你不可以改 它 你不可以改 但是你可以拿出来 我想拿第1个 第2格 因为有零数器 你不可以改 但是你不可以改 它 因为它是Mutable 那是Rare OK,那这个就是跟List 最大的分别 那你会问 那为什么要有Tuple 其实就 因为Language 有些部分 是要用Tuple 才合理的 因为它不应该改变到 那个 那个长度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 看看它说什么 对 你可以用那个Link 去问它拿长度 OK 也有些人用这个 这个 这个是所谓的 Singleton 的一个 它有没有说 另外一件事 就是所谓叫做 Pack 和Unpack 它这个就是 这个为之Pack 这个为之Unpack 那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就可以 其实这个 都可以算是Pack 你有三个Pack 做一个 OK 那 就是三个 变成一个Tuple 为之Pack 那可以Unpack 例如A B C 是等于T 都可以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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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你就可以把 T本身是三个 可以把它插成A B C 那 那 要注意 不可以拿多一个 是吧 它有三个 但是 你想Pack 做两个 是不可能的 那这些要注意 其次还有些什么 嗯 另一件事有趣一点 可以这样写的 其他Language 未必会有的 譬如A和B 啊 这个数值不一样 那你可以Pack 到一个T 叫做 OK 那你可以Pack 进去 嗯 对了 1和9 那当然你可以Unpack Unpack 回来 但Unpack 我尝试先把B 先放 那就是Unpack 进去 调转 位置 OK 这里看不到 A和B 那A和B 是调转的 OK 明明1和9 9和1 那当然你可以一句写完 所以就变成这样 那就是对调的 那 这是有趣的用法 嗯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啊 接着可以说一下 这个Tuple 其实可以用功能 例如 你会有一个功能 平时你有ABC 那你可以召唤它的时候 就可以召唤1,2,3 但是你会发觉有时候 我想整个功能 就是它 多少个都可以 召唤 那当然你可以用List 是不是 你可以用List 去做 但是你就要打这个 Ponku 这样升一个List 那其实Tuple 都用到 这个时候 就是你这样也不用打 如果直接在这里 升A 的话 其实A 就会变成Tuple 的了 嗯 又是 OK 那所以当然你也可以用FO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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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 你可以很方便 用这个星号 嗯 大致是这样 这样吧 这个Tuple 不会很难用的 要你使用List 都差不多 它也可以混合不同的 有些Number 有些String 那我们讲下一个 我们可以讲 那Z 那Z是什么呢 Z和List 都很相似的 不过它是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 它是不会有重复的 OK 就是List 里面有些重复的 有些Android 是重复的嘛 是不是 嗯 就是我的意思是这样 譬如你 有个List 1 1 2 3 4 然后你又有个1 2 那可以重复的嘛 那Z呢 就不可以重复的 不可以重复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照样打这个的话呢 这样吧 那你留意着 另一件事就是它这个是用大估计的 Curly Bra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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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它是怎样的 看一句 那你会发觉呢 其实 为什么只有四个呢 因为后面的1 2是重复的 重复的呢 它不会加到 它只能够有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组合 Z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玩很多不同的东西 例如B的那个有多少 有3和9 OK 那你可以 PIN A和BJ 先看一下 OK 然后你可以和它讲一下 把它 减 OK 即是说 在A这个 list上 嘗試减走9和3 9就不存在了 所以没问题 但是3是在的嘛 所以它拔走3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 那也可以用OR 这个打直是OR 意思 或者叫做 合拼在一起 那3已经有了 所以它不会再加多一个 但是9是没有的 所以它加下去 那还有什么呢 有OR 有AND 这个就是AND 同时要拥有 只有3 就同时要拥有 XOR XOR 就是说 它们要有不一样的 OK 即是同时不在两边出现 不能够在两边同时出现 这样说 就是这个XOR 类似 基本上是这样的 最重要是记住的 第一 它就是 不能够重复的 第二 就是它不保证的次序 你看到这里 明明是这样的次序 当你加进去之后 可能不是拨出来 它次序是混乱的 所以它不在乎 它次序 所以你用的时候 要小心点 不要以为它一定是有次序 所以也是这样 你不可以说 你要第三个 那是不行的 要我理解不行的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 应该是有错 没有第二个 是不可以的 那这个就是Z 所以也很好用的 有些东西 如果你用来组合 一些unit的东西 那另一个跟Z 也很相似的 就叫Dictionary 那其实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它 它是一个查表 一个桌子 可以给你查 例如是这样的 例如你 其实我想写 A for Apple B for Boy C for Cats 这样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来查 这个数值 OK 左边查 右边 那左边这个 这一行 就叫做Key 所以 这个就叫Value OK 那它们永远都一对一对 所以就叫Key Value Pair 那具法 具法其实都 好似的 都是用Credit Place 即是这个大Q 可以用A 就是Apple B 就是 Boy C 就是 C 就是 Cats OK 可以写出来 就是这样 基本上 然后你就可以查 这个叫Dictionary 叫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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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查D 那格是什么 当然不一定是字 你可以用Number Number 5 那 譬如说 例子 你想用学生編号 去查一下 那个学生叫什么名字 那你就左手边的Key 就是学生編号 右手边的那个名字 那你就可以 可以查 那个名字 因为学生編号 又不顺序 如果你 还有学生編号 那个Number 可能很大的 比如说 比如说 有10个Digit 但是实际上 你没理由 有10个Digit 那么长的Digit 那么长的Digit 很大 所以基本上 都是由一样 去查另一样 我们就会用Dictionary 或者叫Map 其他Language 有什么特别 其他都说好 没什么太特别 那另外还有一样 就是这里 讲一下Loop 这里有一样 叫Items 都可以 试一下 我们直接 可以这样 这里反而没试过 是啊 也可以 那这个玩什么呢 那这个玩什么呢 我可以诓 诓语 试试试试试试试 你也可以试试 那你会发觉 试试试试试试的 试试试试试试 Quindi就是测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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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訕 因为每个Item是一双的 所以这些Item是给你一双双的 当然你可以用Unpack的技术 就是Key和Value 那你就可以直接Key和Value去印出来 那你用Triple去Unpack OK 这个很常用的 另外下面还有其他Loop的技术 例如这个Illuminary 那它可以给你一个Counter 给它一个List 嗯,应该是Triple都可以的 应该不只是List 我想 就是这样 这个是I 先看看 哦,对不起 这个可以再加一个Counter 如果是Triple 对了,这样才是一个Triple 就是这个T 这样 那你也可以用List 就是它那个示范 可以 因为你要注意它这个入什么 它是Iterable Start是由第几个去到第几个 那注意之类 都很少会用的 那其他一些不太说 没什么特别的 Reverse是调转的 本身你就可以调转的 对吧 继续来写 你可以先排一次序 对吧 对吧 这个本身 其实你用不使用List 都好 你可以锁出之后 放在另一条List 所以其实就不是太特别的 我觉得最特别是这个 Dictionary 这个 它变成了Triple 的List 你可以拿来拆了Key 和Value 是真的有需要用的 那再说到下面的 Condition 我没有讲过Log 相反而已 没什么特别 那另外这里它提到 A小个B 跟着B等于C 这个就是Python 才流行的 其他Language 未必会这样射 但是 也不太常用的 可能你可以射A小个B 小个C 如果你说真的很有用 的话 没所谓 插开两句射都差不多 下面这个 如果你有两个List 直接问它是不是大过小过 其实它是Component-wise 去比较的 OK 那就是说 第一个和第一个 可以比较 那如果它一样 就继续比较后面 直到找到 有一个是不一样的话 那不一样的意思就是 不是大过小过 那它就可以决定 是大过小过 那 所以有些Sequence 的Data Type 例如Triple List String 这样才能用得着 那 基本上是这样 要讲 这次不是很长的 用了就知道怎么玩 不清楚就可以再查一下 那 今次讲到这里